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另一段经文 世尊 邪恶众生从贤好间便知无量 世诸众生有如此息 灵命忠实父母见属 以为社福以知全路 佛先翻盖及燃油灯 或转读尊经 佛供养佛像及诸相 乃至念佛菩萨及必知佛名字 一鸣一号 历灵忠人耳根 霍文在本室 是诸众生所造恶业 既其感果必度恶趣 言是见属为灵忠人修持 监圣因如是 众罪细戒消灭 若能更为生死之后 七七日内广照众善 能使四诸众生 永离恶弃 得生仁天受圣妙乐 现在见属利益无量 我们念到这里 这个是地藏菩萨讲的 那么地藏菩萨在这一段的意思里面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是这样子讲 他说 一个人本身的习性 都是从这个小一直到大的 从小一直到大的 那么也讲 如何利益 好像刚刚过世的人 如何利益 那么在我们佛教里面讲起来 就是一种超度 就是刚刚过往的人 你帮他做一种超度的话 就是在帮助他 这个可以讲就是一种补 补就是说补这个功德 我们这个在阳世的人 帮这个过往的人 去补一些这个功德 尤其刚刚过世的时候 应该讲起来是 要在那个时刻里面 让他能够心能够清净 那么能够往生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段里面 讲了 关于这个 这个 弦毫间辩知无量 这个是地藏菩萨 他看得很清楚 一个人本身的习性 都是从小去养成 从小一直到去养成 这个习惯的 这个习惯的确是慢慢 慢慢这样子去培养的 其实这个也可以讲 好像叶一样 你去造一点小叶 那么以后就会变成大叶 就滴水 那个水滴的话 会成为一个池 或者成一个福 那么滴水呢 照样它的力量虽然小 你看这个小的 这个二叶不要紧 但是滴水 终于也可以穿拾 也变成很大的一种叶 哦 以前我讲过 这个 四汗 头半部 大汗 头半部 你这个小的时候 不给它 矫正过来的时候 这个积息 成为自然 就很难改 积息成自然以后 就很难改 像我来讲 我一生当中 就很 很爱这个干净 那爱干净 爱到差不多 好像变 有洁癖 这个样子 像在我的房间里面 或者在我的住家里面 你不可能看到一片白白的纸 不可能的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脆片 或者一点点这个花的叶子 或者花瓣 落在地上 都不可能 甚至于 一根线 一个毛线 脱落 掉在地上 我看见了 我一定马上过去 就给它捡起来 丢在垃圾桶 这是我本身 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性 那么你到我的房间去 我不会是说 这本书 放在桌子上 是换横的 不太可能 你看到我的书 放在桌子上 啪 啪丢过去 放在横的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书摆在桌子上 一定是方方正正的 刚好 跟桌子 这个平行 一定是平行的 绝没有放鞋的 你看我的书 放桌子上 绝没有放鞋的时候 然后我的这个桌子 椅子 或者怎么样 绝对放的方方正正的 虽然东西有时候多一点 我桌上的东西多一点 但是每一个都白的井井有条的 衣橱也是一样 厨厂室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绝对是放得整整齐齐 这是一个习性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从小你养成的这种习性 所以你假如是说 我在我出来看到发言 那你怎么多堆了一堆垃圾在那里 我一看就不对了 一定要给它扫干净 在我车库门口有一堆土 就是垃圾车来拉 这些土的时候 倒垃圾的时候 剩下一点那个 一些东西在那边 它没有弄干净 我马上就要去扫干净 或者是在我的这个 好像草地上 在我那个 好像清脆的 这个剪得很整齐的草地上 突然间 从灵迹那边 因风一吹 飘来几张纸 就在草地上摆摆了 我一看 我马上就会下车来把它剪掉 这个就是一种习性 一个本然的一种习性 是从小就养成的 那我自己的习惯 我每天要出门的时候 我会检查这个 这个窗子的门有没有关 落地窗的门有没有关 门有没有锁好 有时候神经过敏 明明已经关了 你还会爬上去 再检查一次 看看有没有关好 那么佛呢 每天是这样子的 不但看 因为那个 我们这个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炉子 他你用了佛 他会亮红灯的 那时候我要走的时候 我会看一下 有没有红灯 然后顺手去摸 这个四个开关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在街道上面 都是没有打开的 顺手 四个开关 表示通通都是 停止使用的 这样子我才放心的走 所以我每一次啊 这个交代这个 房子的这个 管理的 像慧经法师 我这道 我这坏 我这瓦头 我都是会跟他讲 我都会跟他们讲 就是要注意啊 门窗啊 注意佛啊 注意水啊 尤其冬天的时候啊 我就会跟他们讲 要第一